不管我們講中文講英文講馬來文都會被歧視 沒有沒有我覺得這個歧視中 我不 還是代表他其實是一個 像台灣人覺得馬來西亞人的中文很有趣 那這是一個歧視嗎 沒有沒有我要講的是不公平的對待 比如說我來 可以嗎我臉歪嗎 沒有 沒有 很冷哉 嗨大家好我是CCY 主熊 對啊 那你看我們大家都拿著美麗製的國旗 就知道今天是一個美麗製愛國特別節目 母親一句快樂 Moray Sha 沒有節奏 沒有默契 我也是在看 我家路跟米拉 沒有 其實今天我們三個都來自馬來西亞的不一樣的地方吧 我是CNNNO來的 然後主熊是 就是一個西馬一個東馬還有我是南馬 有有有 那歡迎Bineng人來 Bineng 今天我們要拍的這個主題呢叫做 馬來西 欸他這個不叫什麼名字喔 台灣發展演藝圈的馬來西亞人 我們 我們可以算是嗎 我們可以算是嗎 可以啊可以啊 你一選 如果你要講藝人 一定也是 等一下如果有紅豆就不算了 沒有… 太冷… 沒有 沒有我要講的是藝人就是賣藝的 以前最早最早以前第一批的藝人就是在街上賣藝 只要是有才藝的 其實今天主持人有點緊張 因為我們平常就是什麼講關於在台灣生活五年六年什麼的 那你咧 你生活 我是十年 十年 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你不屬於我 我們還是朋友 下一句是什麼 下一句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 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在台灣發展這個行業呢 其實我根本都沒有想要發展這個行業 我是來接念書的 可是你念的是這個行業有相關的 我念這個行業但是我沒有想到我會在這裡一直這樣子做下去 所以你念書整個過程當中你沒有想過你要當這個行業 怎麼可能你不要騙我一定有 其實有 每個人講說我不想紅 沒有的話 沒有一個人不想紅 我被槍 就一開始是以念書慢慢的轉去 原來我可以就是畢業之後還可以在這個行業發展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不是為了這個圈子才跑過來 跟我差不多我也是誤打誤撞的嘛 就是先先發影片自己玩好玩的嘛 然後我也是一邊在念書的 然後結果影片那邊有一點成績啦 走路就有風了囉 然後就會想要 You know 就是走向自己想要的那一條路 所以我就去去去去做了 我就是在馬來西亞拍加動 Gabong Gangster 你知道喔我以為有代購 你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啊 我一定有看過 因為那這部電影的那個主唱是我的好朋友 Fuying and Sam 那碩亞應該沒有看過 我剛剛腦出現夢甲耶 夢甲 這部假動跟我們的國片夢甲很像 拍那部電影的時候就是有台灣的公司有 算是有合資 那時候就是台灣的三立電視台 所以我那時候拍電影的時候就在聊 他們就邀請我來台灣這邊主持當時的那個愛玩客 做愛玩客在你見面 他這邊發展很久耶主持人 我當模特兒比較多 我拍電視廣告很多 他什麼都會很可愛耶 是我們雷先生那麼有才 我們也會這樣子的對不對 有一天 你也會當模特兒 我也會當 拍廣告這樣 我們從小到大看在電視看的廣告 可能都有他演的耶 真的嗎 Split是我有拍過 我很貴的那個 綠色那一個 很貴那一個 喝完 綠化地球 更健康 空氣清醒那個MP Pure 哇 哇你看厲害喔 我們跟他們說這個啊 都在一起 Mass6 DG應該都有拍過 你是嗎 沒有 因為我穿黃色他們也不認得我 等一下 是不是你 等一下 沒有沒有我拍消控比較多 祖雄如果你這樣子講的話 你其實在台灣發展比較久 還是馬來西亞發展比較久 台灣 最久 我認真在馬來西亞拍戲是兩年 應該是兩年而已 對 MTV7跟Media Club合作 拍一個新馬合資的電視劇 有些劇還是兩邊都有播 那你排過什麼啊 你有很多啊 最愛黑色夕陽 然後 租宅管人家 都沒有看過 很可悲啊 我們先在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 不是啦 我跟你說 沒有他們看過啦 你們有看過嗎 在底線留言 因為剛剛問祖雄是馬來西亞發展跟台灣發展了多久 那我們好像是不是 馬來西亞沒有發展過啊 你有你在馬來西亞發展多久 我打工過當一個數學老師 那我那個在歐當外咖啡有關過咖啡 這個算發展了 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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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Vivo有賣過披薩 以前那個寬中籌款的時候 以前有一家Vivo披薩啦 賣披薩的 是酒後的東西是嗎 祖雄哥哥啊 你要不要跟我們 哥哥 不禮貌 叫哥哥已經很有禮貌 欸不是Uncle 沒有叫Uncle就好了 馬來西亞發展跟台灣發展啊 你覺得兩個差別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覺得 語言還是有一個很深的隔閡 如果在馬來西亞 做馬來語文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成立一點 但是在馬來西亞做中文節目 其實真的 市場太小 太小了 做過馬來語的節目嗎 沒有 我也沒有說選擇什麼是剛好 紀元巧合 有人請我去拍戲 或來台灣主持 而且我的母語就是從小跟爸爸媽媽講 中文 中文 所以就變成說是順理成章 這樣 那現在你說我要回去 比較難 但是其實我沒有排斥 而且我一直有在找機會 回去拍馬來西亞的電影 所以馬來西亞的各位製作人看到我 我是祖雄 可以找我 可是我發現我們對馬來的市場很陌生啊 我不知道馬來的市場 就是馬來的一些梗或什麼 可能我們會給不到啊 我會聽不懂西馬來的馬來文 西馬在馬來文 聽到講 對 我們是阿就是念阿 Ker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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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可能主持人懂比較多 就是你在台灣發展那麼久 然後你是馬來西亞人 在做這一行有沒有受過什麼樣的 啟示還是 很困難 對會有嗎有這樣的故事嗎 有有有有 會說 Focus啊 就是我們 很厲害 很多人在強調的是什麼 性別歧視 性向歧視 種族歧視 可是有一個歧視我覺得很少人提到 但是存在叫 腔調的歧視 喔 腔調的歧視 你們一定都有運動 我知道 我的老婆一直笑我的女 腔調啊 沒有不是老婆啊 所以啊有時候都笑啊 我笑你可是 你很好笑啊 哈哈哈哈 腔調歧視真的是我覺得是 不亞於種族歧視 不管我們講中文講英文講馬來文都會被歧視 沒有沒有我覺得這個歧視這種 我不 還是代理它其實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娛樂的成分在裡面 對啊我覺得很有趣啊 像台灣人覺得馬來西亞人的中文很有趣 那這是一個歧視嗎 沒有沒有我要講的是不公平的對待 比如說我在台灣考一個健身教練的執照的時候 考健身教練只要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知識啊 你需要實際的操作啊 那我實際的術科跟學科都過關 那時候公佈成績的時候 我的名字沒有公佈出來 就放版 然後我就偷聽那些考官在講什麼 我就聽到一個考官講 你不覺得他講話怪怪的嗎 他腔調怪怪的 我就覺得 我健身教練我需要腔調很標準 才可以當健身教練 當然可能是少數但是是存在的 就是會因為你的腔調而讓你拒絕你一些工作 像OK 真的會衝動 因為我反而覺得我們是有優勢的 因為我們有那個獨特性 可能他們也覺得很有趣 所以 很多台灣朋友跟我講好像可愛的喔 那個口音有嗎 有啊 有啊有 娛樂效果十足 為什麼馬來西亞可以衝出來的歌手很多 但是你說馬來西亞可以衝出來的演員 真的 比如說我要演一個台灣人 可能就不能夠說服所有的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You are right 因為我一個演員朋友馬來西亞人在這邊發展 他就真的是要逼自己 只可以講台灣腔中文 來 什麼名字 你的朋友 阿Def妮 你認識喔 可是他最後還是演馬來西亞人 對就是 很多製作人或者導演在選角的時候 保險起見 就會到最後還是要幫他量身改一下 就說交代一下這個人可能是從馬來西亞 可能小時候去過馬來西亞待一段時間 就是他還是要交代這個人是有一點點這種被 特殊的被 才會有這個樣子 這樣說要有什麼歧視都應該沒有 你都應該沒有遇過 因為我們是馬來西亞人 反而我們是馬來西亞人才是個優勢嘛 對而且反而我在講台灣腔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講 哇你台灣腔中講得很好 我就會 我們三個裡面的 應該馬來西亞腔最少的是 沒有沒有 你要他馬來西亞來 他也可以馬來西亞給你購購 你不覺得他很馬來西亞咧 可能是因為 我跟你講話感覺 你有一種半個台灣人的感覺 所以我就 我還沒有調整過來 我覺得祖雄最不馬來西亞 真的喔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傻眼 祖雄不行 我們現在拿著馬來西亞賣了 你回來 我老耶 我老 我老怎麼講喔 你只會講怎麼講 我老人都怎麼講這一句 我來台灣十年了 我比較難調 可是你是 對 祖雄是我看過就是 比我們大一輩的藝人裡面 馬來西亞最重的人 你看陳世安沒有的 可能是因為他要節目前面要呈現 可是他講的話比我少 我跟他蠻好的 我跟世安蠻好的 真的喔 我真的剛才講到他很台灣腔喔 是喔 你們有沒有想過回馬來西亞發展 就是這個行業回去馬來西亞發展 還是覺得這個行業在馬來西亞很難發展 還是在台灣好了 我覺得YouTuber其實是可以到處走的 其實YouTuber沒有國際耶 可能比較會注意到的就是那個廠商 我覺得唯一的差別就是我跟Soya 我們底都在台灣嘛 所以我們的人脈 全部目前都在這裡 公司啊 如果今天要回馬來西亞也不是不可 馬來西亞的廠商記得可以 欸 欸其實我人在台灣你也可以來找我 欸 好 那主兄呢 這個就比較難 就是剛才我講到語言的問題 今天我有一些朋友在馬來西亞很成功的 比如說Alvin 周景華 周音之 他們都算是 我看還是你們都不認識這些 不是 溫器 素 就是 就是台語 他們是華人 但是他們有打開馬來文的娛樂市場 喔 算是少數我見 還有像Steve Yupp 很好欸 你們知道嗎 葉良才 不知道 你看 對不起 代購 那如果我要回馬來西亞的話 一定是要往這個方面 馬來劇 馬來電影 那我問你們如果今天剛好那個man double啊 決賽了是台灣對馬來西亞 好問題 好問題 馬來西亞拿一分了 你要大喊 還是 沒有 我打從心裡講的話我會支持馬來西亞欸 因為他跟我是最有感情的 我一定也是會支持馬來西亞 所以 當然啊 沒有沒有 講真的啊 當然是這樣子啊 當然會很希望馬來西亞可以贏 當然也很開心他們可以進決賽 會很開心 但是我不會去攻擊台灣這樣的那種啊 那時候我做一個比喻 對我來講馬來西亞就是媽媽 然後台灣就是女朋友或者老婆 就兩個掉進河 你要救誰 這樣子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那你要救誰 我記得我以前跟台灣的朋友都講 欸馬來西亞 北冰燈 對 我現在就 等一下 原來台灣很厲害 你知道我們有藝人羽球隊 我大概是去年才加入 那我一去的時候我自信爆棚 因為馬來西亞的羽球你知道 國球 我覺得 哇台灣很厲害 其實個人覺得應該是被戴之穎 因為戴之穎在大概三四年前就已經是世界排名第一了 因為在戴之穎之前好像就沒有 但是最近我們講最近三四年其實台灣的羽球風氣是直線上升 現在你平時要去租一個羽球場租不到 真的羽球場很難租 然後 覺得你最愛國的行為或者想法或者是什麼 我每次在台灣講關於我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告訴台灣馬來西亞有什麼樣的東西 我 永遠都會拿著馬來西亞的身份證算不算是愛國 我喜歡台灣這個地方 跟我的事業重型在這邊 但是我是馬來西亞出生跟我的家人在馬來西亞 這件事情是不會改變的 對 我也是這樣子 感覺很不一樣 你在台灣 它是一個讓你拚事業的一個地方 然後回馬來西亞它有點像是家 一個從小到大成長的一個地方 那感覺就很不一樣 就是你不會忘記你媽媽是誰 對 是這個道理 對 但現在已經我們三個都是一年多沒有 就快兩年了 快兩年了 快兩年了沒有回家 講不想家是假的 我們都很想家 其實就是我的手機裡面就是每天在看 信州日報 全國報的新聞 我也是很常看信州日報 我也是看新聞報報看 每一天1萬9 2萬 我會比較那個一點 我不會太關心一點 因為我覺得很無奈 我不知道我可以 其實有時候你看久你會擔心 對 而且我們看的就是自己假心而已 做不了什麼東西 做不了什麼東西 很sat 那今天是8月31號的那個馬來西亞獨立日 我們一個來許一個願望好不好 哎呀 我先許 我希望 不要搶掉我的喔 我希望疫情會 啊 那我希望馬來西亞可以恢復像 以前的馬來西亞 經濟啊全部都可以恢復 而且還更好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馬來西亞的政治太凌亂了嘛 我希望馬來西亞的政治不要再亂了 任何一個在政治人物的人是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是讓馬來西亞變得更好 其實好像就差不多了 我們局聊很多耶 發現有代購 有一點 畢竟還是一個時代的 對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討論YouTuber跟藝人 這個話題我覺得已經是 已經融合在一起了 YouTuber絕對是藝人的一部分 只是我覺得說 傳統的藝人跟YouTuber YouTuber應該是新時代的一種表演的方式 或者新時代的一種職業 那兩者之間是存在一定的代購 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在做一樣的事情就是表演 對 表達自己的想法給觀眾看 對 還是在表演 娛樂大家 好 這個我們留給下一集這樣 對…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來 應該可以來一個YouTuber vs 你是假的 傳統藝人 我是在疫情 這兩個月的疫情 我才第一次自己拍 自己接 那之前都是跟人家配合的 所以我現在才開始知道YouTuber的整個生活是什麼 然後我的頻道只有五千多個人目前 大家去關注一下祖雄的YouTube頻道 現在馬來西亞已經58歲了嘛 很老喔 希望一切大家都可以變得很棒 希望我們明年的國慶日會在馬來西亞過 這個要… 是不是 還有新年 新年不想回去喔 可以嗎 過年一定要回去… 過年一定要回去… 我回得去嗎 不管怎麼樣我都會回 真的啊 因為太久了 我覺得太久了 隔離也要隔離了 一年多兩年沒有 今天也要太久了 好 那我們結束啦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去關注索雅的頻道 跟祖雄的頻道 耶… 沒有關係啊 好 欸 對 我們還有下一集 那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你知道誰是YBB嗎 YBB 嗯…不知道 請問誰是YBB 我給你四個 四個樣子喔 每個比較像會偷 IC 借高利帶的咧 哪個比較是… 有沒有提示 是YBB